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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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既然如此, 山楂當通房丫頭也是一樣 娘子, 我想給山楂的名分 如果要她當通房丫頭 那跟以前有什麼分別 我就是不想跟以前有分別 歸房裡面沒有別人 一夫一妻, 只有你和我 好啊 孫媳婦, 你要不就坐下喝茶 要不就跟你娘子走 休書後補 娘, 我們走 我早知道你孫子見一個愛一個 我都不讓我女家進來前家 走 慢著 錦民太君 在七出之條裡面 我曹禎犯了哪一條 娘, 侄道算不算 去到阿傅大人那裡也要爭執 不用怕你 不是疾道, 是盜竊 想當日有人以尼貓換官音 才能夠如願以償 單單一個換字, 真是精妙 沒有 你別吻我女兒 你那山草藥什麼, 能說就說 當日欠了前虎深醋這四句 聽說是媳婦想出來的 你用不需要加入前家就出賣我們 不關媳婦的事 是媳婦的弟弟那些豬憑狗有口疏 侄色, 泰君已經說出口了 你怎麼選擇 孫媳婦, 做人要知足的 那…喝茶吧, 通 娘子, 請坐 喝過大婆茶, 做事有渣了 少奶奶, 喝茶? 喝喝酒 toothpaste ruktur 和一枚 菁菁 奶奶? 吵 怎麼發呆頭? 你找我有什麼事? 是嗎? 我見某人服侍你 又覺得荔枝老老實實 就把她調派過來服侍你 少奶奶 謝謝奶奶 你們倆先出去吧 是 上次觀音的事 想不到會連累奶奶你,對不起 無所謂 泰君真是心藏不露 所以說不夠太軍鬥 發兒還保存得很好 我還以為你會弄壞她 始終是相公所賜 還沒接受到兒女共事一夫? 我叫曹青,人如其名,曹晴一個 我自己知道自己事 現在回想起來 你也有份把山楂推到阿通身上 當日如果你不是急於把山楂架出去 山楂很可能沒那麼快想到 原來他是這麼記掛著阿通的 再加上乾柴烈火,兩個米 奶奶你來,是不是幫水公做水客? 沒錯,我看阿通今天立切 依然記掛著你 可想而知他心裡有多愛你 阿通對山楂負責任 可見他並非恥亂中氣 更加不是貪心忘舊 清清,你很應該原諒你上班 但一想到 要和你我個人分開自己要上班 我就… 山楂犯人又乖又聽話 阿通,更何況他是世事,你是大 以後你怎麼都會押著他 無論怎麼算,你都是佔上風 奶奶你好像說得很有道理感 只不過… 你也知道我對你公公沒好感 但我也無所謂嫁給他 而最難得的 是你找到一個你又喜歡 而他又喜歡你的人 清清,別那麼容易放棄 對,現在最要緊 你就要快點生渣 生個長子的孫子出來 到時候還有誰敢欺負你 連泰君都聽你怎麼樣 什麼少爺還沒來? 今天他辣椒的好日子 怎麼會過來這邊? 不是,剛才我見蘇媽媽提醒山楂 說今天是頭一晚 按照規矩來說,不應該去哪兒去 春宵虎短嘛 我睡了 什麼?不等門嗎? 不等了 娘子 相公 娘子,不用這麼多禮 少奶 還叫少奶?叫姐姐 還有這些事以後不用做了 荔枝,快扶起少奶 少奶,小心,少奶 謝謝 世公 來 娘子 大姐,為夫幫你拆一枝髮荔枝 這些東西你懂嗎?荔枝 這些東西山楂熟一點 好啊 高一點 低一點 不是,在左邊押 算了,不用你插了 妹妹,你帶相公過來幹什麼? 今天晚上說是洞房花燭夜 不對,你們早就洞房了 不過,禮不可廢 而且今天又是商日 你們走吧 妹妹懂規矩 相公今晚要在姐姐裡才對 姐姐晚安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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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嗎? 娘子 你走吧 畢竟身分厭矣 山楂很大方 是她要我過來娘子裡的 你說山楂大方,就是說我小器 衛虎,不是這個意思 娘子,你有心多了 還說我心多 高天,你走吧 娘子 你走吧,我今天不想見到你 娘子 你捨得我了 你這招現在沒用了,你走 娘子 走,走… 娘子,娘子 你以為我在哪裡睡 山楂又不肯收留我 你不用去睡房睡嗎? 姑奶奶請用茶 起來吧 不知道 對了,為什麼山楂不用針茶? 向蔣配神分定性 沒錯是識負的責任 但是只行於靜室 截死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是啊,規矩是這樣的 姑仔,你就這樣算吧 我大條道理的 我要收山楂做兒女 論身分、論地位 她也比窒息高 那為什麼窒息倒茶? 我的兒女不可以嗎? 姑奶奶說得對 論禮法,山楂的地位 的確比我高 她向泰君奉茶的話 我也要站在一旁 知道了嗎? 不過,論中法的話 山楂嫁進來前家 身分就是妾氏 連拜祖先也不可以進祠堂 就算將來百年歸老 神主派也不可以放祠堂 其實按照規矩 妾氏只可以留在內堂 我被山楂出廳見人 我這個做大的也算責心人口 姑仔,你可能還沒出嫁 這些沒留意到 但是將來能夠出嫁的話 不得不留神 娘子,原來你的嘴巴這麼辣 還有你的小媳婦 今早起床見你們兩個 加分對方妹妹 有意思 過年你也… 我當山楂是婢女 我一定要去斟茶給我 行不行? 若然這樣的話 我想上公第一個不肯過你了 上公吧? 娘子,姑姑 是呀…真的服了你們 為了一杯茶 一整早周旋這麼久都行 來,媳婦仔 戴珊珊,拿一杯茶給姑奶奶 好,我又不喝了 對了,論規矩做大婆的 要為妾氏改名字 清清你怎麼看? 不要,我叫慣山楂 娘子,不要改名字 人們這麼喜歡說規矩 那你改不改? 改,當然要改 不改,不改名字怎麼突顯我正式地位 一定要改 少女,請賜名 你以後就叫… 山楂吧 你以後就叫山楂 怎麼會改同一個名字? 規矩是說要改名字 但沒說不能改同一個名字 況且山楂這個名字熬了這麼多年 又改來改去豈不是麻煩 是嗎? 是…娘子最體恥人 謝謝少奶 又叫少奶 你以後身分不同了 不准再叫少奶 要叫姐姐 謝謝姐姐 真是相當溫馨 阿通你好,向盡齊人之福 聽你這麼說,還想找另一個 是不是嫌我不夠好? 不要跟我開玩笑,娘子 難得娘子這麼大方得體 山楂這麼溫柔體貼 那我們以後三個就開開心心 你不要再嚴重了 這件事已經是事實了 一天最壞都是你 死都不肯娶山楂 要不然就不會被相公承虛而入 有組織就沒有刻意了 那就更好 你現在可以找另一個 不用再來賴我 你以為有德鎮這麼多選擇嗎 雖然我不想山楂和相公一起 但是我也不想委屈他 難道我又要委屈我自己 所以現在最後一個就是我 我還是要說那句 你說了那麼多,說哪句呢 一天最壞都是你 對了…我錯了 我應該一座就搶山楂 現在有什麼辦法都迷以承吹 不要哭…你是我的兄弟 有什麼事我一定會幫你 你知道嗎?你知道嗎? 你們在幹什麼? 我幹什麼?我正在安慰你娘子 我娘子細女安慰?摸手摸腳 相公,他是我的兄弟 你不要誤會 對了,你千萬不要誤會 我和曹青支持 阿姨,今天將來也不會有可能 有什麼平心靜氣說? 搭了肩膀,輕輕餓餓 還抹大人跟我說沒什麼? 你不相信我 沒理由不相信你娘子的嘛 你… 經常小聲說大聲笑 難怪姑姑娘氣宜,經常叫我留意 最初我也不相信,原來是真的 鬼弄你了 好信不信你這個狐狸精姑姑娘 說話來誣蔑我女兒? 阿通,他們真的沒事的 剛才我們才在上面坐 剛剛才分開而已 侯娘,你別幫他們了 我親眼見的,還有假的嗎? 錢通 我走得正起得正 我不怕你誤會 你…是有夫之苦 你…是有夫之苦樂? 那令和沙仔又怎麼樣? 你們靜靜道房,靜靜拜堂又怎麼樣? 有沒有想過我是你娘子? 姐姐… 這件事不關你的事 一直以來我都對你從一而終 但是你和人家均存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我的感受? 鬼靜你這麼沒良心 還在吵吵吵 人家說,至善鴛鴦不善仙 那是為什麼? 鴛鴦一輩子只會有一個伴侶 而我呢? 我和你成親幾個月而已 你就立妾了 現在就是說你可以嚇我吵 我就不可以嚇你吵 好啊,既然你不相信我的話 你就休了我 冷靜點 聽我說他公道的話 曹青一向對你一條心 你不會一時衝動 還有你,你也不會一時衝動 你很難才找到魚耳狼君 更何況你之後未必嫁得出 對不對? 是嗎? 他們倆真的沒事 兄弟就打過頭,對吧? 娘子,剛才善鴦一時衝動 你原諒我吧 姐姐,你原諒上宮吧 好了…你們都習慣了監人奶喉 就算我生氣,可以生氣很久嗎? 太好了,你聽不聽到? 姐姐原諒你了 好了…大家出來很久,一起回去 先生,你去吩咐桂園吧 知道 還有,清清喝我的酒 你扶清清回去吧 娘子,我扶你 娘,我走了 姐姐,你很有大盡之風 我還沒說你 我還沒說你 畢竟人家成了親 你也要避忌一點 以後別這樣了 是的 還有,剛才有人來追訴 我才發現你的數字真的很不行 過兩天來前家找我 我給你兩招 俊明,姐姐,我送你 你在看那些盤數 這個月多了很多無謂開支 是嗎? 嫂子,扣笑 對了,叔叔最近怎麼樣? 叔叔的精神最近挺差的 所以叫我來看看你有沒有被人欺負 扣笑,你這麼說就不對了 你三天不是兩天就來看嫂子 我們怎麼敢欺負他 別說你姐姐 就連你那個小弟兄弟曹青 我們也不敢欺負他 有山肘激他就行了 弟弟跟你說笑而已 雙雙,你是不是要用書房? 我們先出去吧 阿扣笑 你有一筆數字在我們深掃裡 很久都沒有掌清 是不是有什麼困難? 是嗎?不太清楚 讓我先去一路棧問問,走 不用這麼麻煩,有本掃寶在這裡 掀一掀就一目了然 不是吧?一路棧這麼少收入? 難怪連買掃的錢也給不了 有了,其實一路棧 為什麼要請那個吹牛和蠢豬 兩個雜工? 炒了他們就欺負不少了 吹牛和蠢豬兩個也算是幫到手 況且我弟弟是講義氣的 你無謂要我弟弟難做 那叫你兩個兄弟押下義氣 不要收薪,行不行? 義氣,先顧好自己 扣笑,你別怪我不提你 現在一路棧屬於我們前家 如果你再經營不善的話 別怪我插著腳去管賣地盤掃 嫂子,你叫我做嫂子的話 我怎麼會要前家虧蝕呢? 況且阿俊剛剛才答應我 會好好打理一路棧,是不是?阿俊? 當然了,南韓大丈夫趕出了一道 以我這樣的資質一表人才一學就懂 但願如此 我們走 小少爺,不送了 好嗎? 對了 多吃點吧 吃得停不了口 阿娘 你也不知道我在那群人面前 演戲演得挺辛苦 那你告訴我 有什麼人是可以不用在人面前演戲的 至少我在你面前不用演戲? 後悔 錢通是你自己選擇的 山楂也是你把他推到錢通身邊的 沒得遠 阿娘,你是不是聽人家掃褲? 你的褲好像落葉一樣 掃也掃不完,不聽 我在前家已經忍無可忍了 阿娘,這裡是我唯一可以掃褲的地方 你也是我唯一可以掃褲的對象 如果我再無法掃褲的話 我死去好方了 來…拿回去吧 什麼? 錦囊 這麼大對合桃? 好,總之以後 如果有誰得罪你 你就可以把他當成俠圖 打…打得他散開 那這部戲就順利了 不知道可以用多久 總之做人妻子 就要學會如何體貼入尾 以前你爹的鞋子 對對都是我跟他做的 我就希望他穿了之後 還記得有我這個娘子 說得看貼入尾 我怎麼也不夠山渣 那你就要自己檢討一下 祖成,又是回去前家 我出去,不如一起去吧 你回去找婆婆學計算嗎? 多事了,走吧 娘,那我回去了 好 怎麼了?又在煩感情事嗎? 在煩別的事 怎麼這麼多事情煩? 還是你自尋煩惱? 我在煩老爺出給我的難題 煩完妾子又要煩老爺 前家真是多事 什麼難題?告訴你 泰軍快來大壽 老爺想我們想法子 搞一些特別的事來賀他 但我想來想去也想不到 還以為什麼難題?很容易 你又好主意? 就來我們順風流 我叫大廚弄個福壽全包院給泰軍 包你們盡興 如果這麼容易解決就不用這麼投行 老爺早就請了京城的御柱來 老爺,你這招沒用了 還要趁機抓到客人 幫忙再想一想 新津潤喉八仙果… 過來看看 八仙果,新津潤喉八仙果… 有了 你們那天就來個粉脈登場 扮八仙賀壽,何泰軍 演戲? 我們都沒學過,怎麼行? 演戲有多難? 你們前一天都做大龍鳳 扮八仙賀壽有多難? 叫他們扮鬼扮馬 不知道他們肯不肯 你還沒問過,怎麼知道不肯 好了,再做一招給你 如果你怕提出被人針對的話 叫你上班發聲,勝算也高一點 還有,你先不要發聲 棒打出頭了 素素,有什麼事? 我沒事,不用理我 我怎麼可以不理你呢? 你嫁了我嘛 有什麼事告訴他,我一定會幫你解決 說吧 老爺,你也知道阿準 一向都吊兒郎當 不過最近他打你到路棧 已經很生性了 但是他沒經驗,我就不放心了 剛才叫他拿一盤帳給我看看 誰知道一看,真是一塌糊塗 都不懂得做生意 有誰一出生就懂得做生意 你給他一點時間 老爺,你真的對我很好 只不過剛才有人看過那盤帳 之後,給我一句話 當然是雙雙 其實不用人提 我也知道一路棧是前家的資產 老爺,如果你不放心 你找人去打理好不好? 你說什麼?你們前家資產 我們…我們是一家人 你嫁了我 你弟弟就是我兒子 總之我說過了 在我有生之年 一路棧就會交給阿準打理 真的? 我是一家之主 說過的就是真的 謝謝老爺 誰就轉身了? 你不想這麼多顆也丟不到? 你耍耍耍我支人工給你在這裡玩 還在吃花生這麼享受? 不好意思,老大 我很害怕 你假裝老闆的樣子 連豬也丟不到 不幫我真是老闆的話 我任由你玩,不用這麼勞氣 糟了,我們現在在幫錢家打工 之前和錢商噴到我一臉皮 還說要解僱你們兩個 解僱我們? 幸好得家姐求情 你們兩個才可以… 留下來嗎? 兩個只能換一個 那就不怕了 我弄成這樣,你喜歡我這樣 你也是你沒有的 老大,你不會不要我 我的人很公平 誰能做事誰留下來 誰想留下來的 表現 我又去刁破人家 我幫阿叔 你兩個臭小子 有辦法 當然了,有什麼你叫 我叫計準 就是管少爺的補號 不是叫武具準 對… 用激將發激起他們的鬥心 果然和婆婆一樣,這麼機智 我現在才發現 沒這麼大的優點 對了,話說回來 你不用回去深掃幫忙我來幹什麼 話說回來 偷懶也是我的強項 懂得開玩笑 心情平復了 對了,你經常都要出去深掃做事 那山豬豈不是霸佔了全通 那倒不是 要不呢 山豬就出了深掃幫我 要不就上班陪我 他們兩個反而少了時間一起 山豬真的會做 知道你容易合作 其實我想通了 既來之則安之 有山豬幫我分擔一下 也不是不好 學婆婆說的 兒女共事一夫 也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對了,泰君大壽 我不是替他想到八仙賀壽 他們有什麼反應 我沒有機會說 又是你教我 千萬不要做第一個說的那個 聰明 老大 幹什麼 我一個人把純水池所有東西 你搞得可惡 還有什麼要小朋友幫你做呢 那你不如去廚房幫蠢豬手吧 老大 又怎麼樣? 我這麼做的時間 是不是應該炒了豬呢? 你還教我做事嗎? 不敢 在這裡 兩個只能每一個的這個辦法 你說如果兒女共事一夫 都可以以個人表現來平定 誰做得不好就優誰 你說多好呢? 一樣會是你 山車這麼善解人意 你聽來休書 說笑而已 其實我覺得 錢通不是一個貪心忘舊的人 你又不用每次拿尺來量量去 尺從來都不在我身上 而在別人身上 坦白說,做人怎麼會不偏心呢? 正所謂戀身歡忘舊愛 我相公最善就是這樣 按照說山車和錢通 好像是從小到大你才是新歡 你到底幫我還是幫別人? 我還是有那句說那句 據我說錢通也是想心歡舊愛 一起愛 你們的男人當然是幫男人 男人當然是這樣的 就像我一樣 我對著崔牛、蠢豬他們 都是一視同仁的 誰說兩個只能為一個 我哪能寫得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以他們幾做得事來做這句 告訴他們你是沒有偏師的 但是我呢? 一個娘子有幾言量熟得 作為相公的,怎麼去計算 我也相信你在錢通心目中 有一定的地位 要不是上一次 就像尼媽會不觀音那件事 飽了出來 他大條道理就休了你 那倒是 老大 又怎麼樣? 我做完事了,還有什麼做? 我一點也不累 還很想家裡做事 喘氣了 那按骨呢? 這邊,兩邊按骨 你看到嗎? 齊人之福也是一件好事 看開一點,用力一點好嗎? 你看到月光,還沒到中秋 這麼圓也有 老爺,真是人月亮團圓了吧? 泰君都不在,怎算是人月亮團圓 媽媽去了廟心甘禮佛 過兩天才回來? 是呀,他經常這麼好搭乘 別管他了 反正又不是中秋的年飯 來,我們自己吃吧 來…喜歡吃蕉,你吃吧… 相公 阿通,長友有罪 當然要先吃大婆的那顆 不用 山楂服侍可以上班,用不著我來? 山楂,你服侍上班吧 我自己吃了 是,姐姐 那你就悶一聲吞了它嗎? 不像你為人,就知道 之前老爺提過怎麼跟泰君賀壽 你們想到沒有? 我有 我打算打造一間金佛寺的擺設 送給媽媽 這個主意是不是好呢? 好 不好,雖然你是小財神 但是泰君見到 一定說你奢侈,說你揮貨 奢侈,揮貨 那倒是 要花心思已經難了 要花心思又不用花銀兩 難上加難 兩支,你有什麼提議? 你先問山楂 我先看看 其實那個金佩切是我想的 既然不行 雜事之間我想不到別的樣子 阿朱色,你擺完山山上桌 你又有什麼好主意? 我知道泰君喜歡看電影 那不如我們一起粉脈登場 做長八仙賀壽過她看 雖然搞大龍鳳是你的,尊長 但是你也不要騷擾我們 你當我們前家,個個都是棄子嗎? 陪你瘋 我覺得姐姐的主意很好 一來八仙賀壽好意頭 二來泰君經常說家和萬次興 那泰君見到我們齊心協力 做好台戲,一定會很恩惠 對,姑姑 二十四孝也有坐衣如襯 我們也是仿孝 這個主意不錯 有意頭,又高高興興 一宜轉台,八仙賀壽給娘親看 清清這個主意真好 不知道我做何仙姑會不會太老了 我做漢忠妮,我夠胖 哥哥嫂,你一唱一禍 難道連你們也同意嗎? 姑姑,你長得這麼年輕 不如你反傳做男彩禍吧 好,我可以做韓箱子 偷她夠書卷味 姑奶奶,你就是不反對吧? 少數服從多數 阿通也說得對 裝鬼裝馬來哄娘親歡喜 這樣也不算過分 不過我們去唱造練都不熟識 在哪裡找服飾和投飾回來? 嫂子,你放心 那就會提出的,她自然有辦法 姑奶奶你經常在花園做禮良 應該對喜班的事很熟悉 熟悉又怎樣?我也沒空 我不用回心吵嗎?我也要 你們一人小句 我決定了 既然是你想出來的 你搞定她的家嫂 是的,老爺 妖姐,戲服道舉 怎麼又歪聲嘆氣? 慎理相公對你不好? 好 為什麼你會來了? 平時不是阿崔牛他拿醋嗎? 當然是兩個只能活一個 他被人淘汰了嗎? 不是,之前是激發他們的鬥心 現在就是論功行賞 他們兩個都要面子齊齊拼命 弄得我自己要走一轉 想不到事別三天,刮目相看 我這個人要不做 一做就有什麼做不到的,你說 對了,我剛剛有件事要你幫忙 看看你能否幫到我 我? 叫人幫忙的態度嗎? 說一說 乾公子,小女子有事想求 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幫我呢? 那就差不多 儘管說,上刀山落油鍋,沒問題 那倒不用這麼誇張 你之前不是提過 說明八仙賀秀來幫太君觸秀嗎? 想不到老爺他有同意 那就好,被你拿了彩 自閉戲版的事我什麼都不懂 你怎麼會呢? 我明白了 所以你就想找我幫忙去找戲班的人 是不是? 還想找師父教我們做手練伯 那你就找對方 你真的幫到我? 當然了,不說你不知道 小時候姐姐覺得我很精靈 帶到戲班那裡學戲 看不出來 我都叫我學了幾年戲 八仙過海就是我拿手好戲 不是八仙過海,八仙賀秀 好 說你不懂就不懂 八仙過海和八仙賀秀是一樣的 好,這次我就免費教你們 家姐姐夫,我問人借了八仙過海圖 和八仙的戲服和道具 看看大家有沒有用 當然有用,弟弟真聰明 想不到你也能幹活 窒息,你真聰明 知道了,在你相公面前 都可以和另一個男人眉來眼去 姑娘,我… 姑姐,良知望其他男人 我還會合作 但是望求少爺,我無所謂 相公,你真的明白我了 當然 第二天,若果出事的話 你也別說我這個姑姐 沒提醒過你 行了,姑姐 知道她最疼小財神了 不如就照著這些圖 和大家分配角色,好嗎? 不求少爺,不用麻煩你了 這件畢竟是我們前家的家事 我是自己決定的 最近一路仔,不知多好生意 阿準,你快回去招呼客人 好,謝謝姐夫,我先走了 慢走 相公,你看這裡八個神仙 每個造型都很分明 這麼多神仙,只有何仙姑一個女孩 但是看我們,女多男少 那不如就先分配何仙姑的角色 我那天好像聽到奶奶有點主意 我見何仙姑手執荷花,神態松茸 我有信心演好這個角色 有信心當然是好事 不過何仙姑不吃人間煙火 跟嫂子的經歷大相警庭 我怕你演不好的角色 不如這樣,讓我來演,讓我來演好嗎? 雙雙,你真的忘記了 何仙姑之所以叫何仙姑 是因為叫青春少崖 不然就叫何仙婆 依嫂你所見,誰來演最適合? 雙雙,雙雙年青孖美最適合演的 不行,雙雙怎麼做得來? 我覺得姐姐比較適合 不行 奶奶叫你演,當然由你演 相公 你們兩個誰演,我都這麼喜歡 真不知識,你要多大幫 在你相公面前 我知道了,我們大家都不用爭 就由相公你來演 你來相公,拿著 一來,泰君最疼的就是相公 二來,如果相公你反轉的話 泰君一定會很驚喜 對…相公裝扮起來 不會比很多女生漂亮 真的這麼漂亮嗎? 是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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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又是這個夢 怎麼曹大兩隻鞋子 會在我夢裡出現呢? 怎麼會整天發同一個夢這麼奇怪? 以前我整理完人才發這個夢 但我沒做壞事很久都一直發這個夢 更越來清晰越來複雜 會不會是你曾經遇到很特別的事情 又或者很特別的事情 所以將夢越發越大? 是呀 我見過曹大兩隻鞋子之後 在夢裡被同一鞋子扔進了我的頭 感覺很珍重 好像親身機歷一樣 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其實這塊夢很等閒而已 錯,繼承的夢絕非等閒 你的夢其實是 你差點為莫的親身經歷 你憑什麼覺得我那個不是夢? 我是墓頭,當然有幾道板斧了 為了方便查案 我曾經跟過道長學過足有之術 這是什麼? 鬼畫符一樣,行不行? 我聽過足有之術都是醫病的 跟繼承的夢有什麼關係? 是呀 別吵 一會兒我就會用足有之術 打開繼承的內心深處的味道 然後再把它重組 來…放著火 對,很正確 你現在很累,全身都累了 眼眉很重,很重 你很快就會睡著了 一點都不肯睡,不想睡 你肯定還沒學滿師 回去再多學幾年吧 你閉嘴 來 雞俊 看著我的眼睛 看著我的眼睛的深深處 看深一點 看見你的夢境嗎? 你小時候住的姓黃廟 我什麼都看不見 我看見你這裡有個萬事 你正經一點 如果你不配合 我怎麼可以讓你睡 回到你以前的夢境? 阿新的霸佛,你看看 日光日白怎麼睡 我一定有辦法讓你睡 一定可以 只要我們一直玩到天黑 到時候你不睡,我們也睡 這句話有勢進,馬上去踢演 適合河車 來…加油 來… 你們 娘 學武大人,小小意思 怎麼這麼錯誤?你很空閒嗎 是娘子要我來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請她來幹什麼? 不,我今天帶相公來 是想勞煩娘你做你自殺家的事 美顏 沒問題 坐下…看過… 來…坐下 看起來的確挺帥 要不然 我女兒也不會追到這裡 話說回來,你和清清童年而已 為什麼你年輕過她這麼多? 娘 娘 那不是什麼? 如果她就像她爸爸那麼醜 你信不信 那你也不會由武德鎮 最多有德鎮 娘子,原來那時候已經看中我了 是呀…瞎的看見你也開眼了 你就是瞎的,選了個花心蘿蔔 我沒有帶人,我也不想的 你不想,但是你做呢 娘,算了,已經過去了 你快幫上風看看 你看,她唐眉這麼粗 你不如幫她拔幼一點 什麼? 相公,你不記得了嗎? 你要扮何仙姑 你唐眉這麼粗,怎麼像女人 真的,這麼肉酸 所以說你加了之後就整個人笨了 唐眉粗幼是可以化妝修飾的 對 對 就找阿繼俊來吧,一定行 我也是看過 有辦法 真的行嗎? 學習學化妝 一經我處理,夏盈春變中無炎 不是中無炎變夏盈春嗎? 只是一句 信你了,那個給我沒什麼味道 快點開始吧 事不宜遲,開始 是,搞定 我叫你幫她弄有些眉毛 不是整條眉沒有了 我說你不懂就不懂 氣派人就是這樣化妝 先遮蓋臉,然後再加上唐眉 不是 畫眉我最傻的 是 讓我來… 來… 梨姐,你記得你嫁進來嗎? 第二天是我幫你畫眉的 還好說 你畫到我的唐眉烏裡馬茶 讓我在下人面前出醜 娘子,你放心 以後都盡上功的責任 照顧幫你畫眉 不信你別這麼怨氣 讓我來畫嘴,我最傻的 是,茶煙枝,我最傻的 讓我來 搞定 搞定 你…我都搞定 漂亮嗎?這個娘子你? 看看 怎樣 我好嘩 我好嘩 你…我好嘩 她…我好嘩 我好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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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嘩 我好嘩 会否因你而放下 面前是你吗 就如梦境一般不再有落差 交给你从未应许的奇葩 是你吗 未来亦不需惊罚